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消息出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据悉爆料者是粉丝的男友 他表示刚开始时并不想把这件事情放在网络上说 但随着真相的不断暴露 为了让粉丝能够看清谭永林的真面目 才选择站出来公开事情的经过 他透露自己在和女友没有交往之前 便知道对方喜欢追星 在一起之后 他也没有反对女方追星 反而很是支持 出于信任的原则 交往期间 他并没有翻看过女方手机 但就在双十一 为了给女友清空购物车准备惊喜时 突然发现对方在上个月 购买了男士泡罗衫和香水 可这两件礼物并不是送给自己的 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他仔细查了女方的手机 这才发现隐藏的照片里 有不少女友和男歌手的合照 同时他还发现 女友之前说的去上海找朋友 及时是和这个男歌手开房 知道这些事情的他 心情很是气愤 但并没有当场和女友对峙 反而是隐忍在心中 想要看看对方还有多少秘密瞒着自己 结果前几天 女方又和他说要去上海找朋友逛街 他翻看了那歌手的位置 发现对方也在上海 就明白了女友 其实就是去找男歌手的 这才选择和女方摊牌 但文莫他愤怒地控制男歌手 直言其仗着在娱乐圈地位高 就算做了什么 也还能继续享受着被人尊敬的感觉 另外他还直言 女友年龄足足小了 该歌手四轮 指责对方没有道德底线 还经常把粉丝送给的礼物 转送给别人 不配做一名艺人 随后谭永林立即通过 精力神公司 及唱评公司 发表声明 怒斥造谣者 扬言不排除 诉讼法律讨回公道 爆料神原本在社交平台公开了几张男子在酒店的背影照 谭永林的官方声明一出 他就将所有相片删除 但就是坚持自己没有说谎 称如果你认为我是在污蔑 你就采取必要手段 我必奉陪到底 但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更新 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他用林参与的音乐节目 熟场播出其片段 明显没有受到传闻影响 直到12月底 他才表示 作为公众人物 没有及时交代 是处理的不妥善 说自己人在张家界拍摄节目 因为信号不好 关掉了采访电话 他承认没有及时回应 令家人 歌迷 朋友 担心失望 觉得不好意思 最主要的是这件事 令家人和挚爱 受到了非常大的困扰和伤害 他内心不安 发觉过去给家人的时间不够 承诺完成手头工作之后 多陪陪家人 采访中 他声称需要跟挚爱感情修复 被问给予另一半的感情 是否会变差时 则笑说 挚爱是我的儿子 另一半在心中 看到这里 相信不少人会羡慕他的妻子 能够得到这样的爱 但其实他们之间的感情 也是充满了爱恨纠葛 他如今的妻子 就是当初的粉丝 所以也不怪粉文出来时 大家一片哗然了 1968年 辍学的谭永林和好友 陈百祥 陈友 彭建新 叶志强等人 组成了一支乐队 后来钟振涛也加入其中 和谭永林等人 组成温拿五虎 就在温拿乐队签约不久之后 年轻帅气 且才华横溢的谭永林 合作美容部闻的杨洁威恋爱了 恋爱时正值谭永林的事业发展期 两人商量之后 决定不公开恋爱消息 不仅如此 就连结婚都是偷偷进行的 外界根本无从得知 1981年 他们在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 可是没有一家媒体拍到婚礼现场 结婚后的杨洁威 更是适时为丈夫着想 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 帮忙设计服装 设计造型 甚至连丈夫的舞台灯光 都亲自上场 本来这段婚姻 或许一直无人知晓 至于为何会被媒体知道 还得从杨父的葬礼说起 当时杨父去世 在复告上需要写亲人名字 杨洁威考虑到 自己和丈夫一直隐婚 如果被外界知道 已经结婚12年 可能会让谭永林的演艺视野 备受打击 但杨母胜为 死者伟大 身为女婿的谭永林 必须出现在复告上 于是媒体这才知道 两人早已结婚 从台前走到幕后 杨洁威做出了 从万人追捧的造型师 到嫌内住的完美转变 谭永林的大小事宜 逐渐都由她来打理 小到眼珠生活的安排 大到财政管理 她总能做到完美无瑕 这时的她呢 还觉得自己 就是对方命理 不可或缺的另一半 谭永林完成了 杨洁威成家的愿望 杨洁威陪伴谭永林 走过了成名的艰难时光 谁曾想 一个人的到来 打破了幸福的生活 1991年 谭永林结识了朱永婷 对方是她的粉丝 和她的性格相合 两人因为演出 相互了解 她觉得这个人 能倾听自己的观念 是真正的知己 虽然不知道 自己是否会喜欢上了对方 也清楚墙外生枝 是对妻子最大的不尊重 但她放不下 这段新来的关系 想着就这样维持 是否能满足 三个人的要求 知道丈夫出轨之后的杨洁威 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做得这么好 却无法换来 两人的坦诚相待 为什么自己这么爱丈夫 甚至为对方 放弃了职业梦想 却无法得到她的认可 她迷茫了 不知道应不应该 维持这个家庭 外界眼中光鲜亮丽的丈夫 在生活中出了这样的事 自己还要装作不知道 以笑脸迎合大众 该怎么办 是她那段时间 问的最多的问题 孩子是鸭子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结婚以来 她都没能产下一子 这像钢钉一样 扎在两人的心中 朱永婷的出现 应生生把钉子拔了出来 1995年 朱永婷生下一子 谭晓风 虽不是名正言顺 但仍旧是谭永林的唯一寄托 顺水推舟 她在采访中 表示父亲的愿望 就是繁衍自私 自己抱到了儿子 也算是完成了父亲的梦想 杨洁威则是最落寞的人 钉在她身上的伤口 永远无法愈合 生不出孩子 被丈夫抛弃 这个家里可能已经没有她的位置 她也不想凭空被剥夺做母亲的权利 而且还因此遭到了抛弃 她明白自己不能像个小姑娘一样 放下一切 背上行囊离开 这么多年生活在同一屋眼下 残留的情分 也促使着她坚持完成自己的工作 朱颖玲和谭晓峰 面对外界需要一个身份 而谭永林 也一直在等机会给他们证明 2006年 她就在一次公开采访中说道 我有一个儿子叫谭晓峰 我有一个老婆叫杨洁威 我还有一个知己叫朱永婷 我想说这两个女人都很辛苦 这十几年来我得到了无比的关怀和照顾 也得到了许多体谅和包容 最后她还警告大家 有两个老婆一点不好 令她们承受了太多委屈 希望大家不要学我 可谓是永心良苦 2007年的冬至 她带着妈妈、儿子和新老婆 在铜锣湾聚会 这个解释对她来说是温暖的 可对杨洁威来说 则是真正的严寒 她的精力和地位告诉她 只能悄悄离开这个位置 但她的前途又遥不可及 难道受伤的只能是自己 为什么抛弃家庭的人 可以在外逍遥 只能自己承担这份痛苦 怀疑和痛苦 在这十多年中充斥着她的内心 谁都没有预料到 她竟然选择剃度为僧 部署佛门 从此远离世俗的纷扰 走出谭永林多少年来 带给她的阴影 这看似是一种解脱 但回想起来 或许还是因为爱 因为她曾说 我希望能带给她幸福 如果自己做不到 别人也行 一句希望她幸福 说得心酸又伟大 至于谭永林此后的人生 则在原配选择离开之后 步上了正轨 又完美的一家三口 人生无憾 随着年岁越来越大 她却依旧事业热度不减 近些年频繁上节目 参加综艺 连自己的音乐事业也没落下 甚至在工作之余 还有时间参加商演 给自己儿子再多赚点钱 而她的儿子也是真的争气 不仅没有凭借父亲的威名 混迹娱乐圈 还钻研学术 认真学习 2017年 谭晓峰从牛津大学硕士毕业 谭永林十分开心 还在社交平台 晒出了自己和儿子的合照 由此可见 她真的很喜爱这个儿子 并将对方视为骄傲 虽然这起朱永廷和儿子谭晓峰过得很不错 但原配杨洁威可以说是哀莫大于心思 毕竟曾经为了丈夫的事业多次堕胎 年纪大了身边却无儿女 据说她在出家前曾为谭永林敛财十亿 而这十亿家产最后可能是拱手让人 有人为她惋惜 也有人为她鸣不平 可她最后潇洒地转身 那一个不依附于男人的倔强 恰恰让她成了最后的赢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 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